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自己专属的频道 那为什么我要创立这个频道呢 因为我想要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三个不同的宗旨理念 第一个呢 是我想要分享我在过去很多年来的旅行 然后慢食的一些旅游的经验 第二个呢 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团导我的教育理念 因为呢 在过去我的小孩Jeff Lai呢 他的成长过程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起去 在照顾小孩子啊 或者是对于教育的这个理念呢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我也希望我在教育学生或者是孩子的这个过程 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第三个呢 是我在担任台湾生物科技 生技健康产业协会的理事长 那我们有发行这一本杂志 那这一本杂志呢 他 我邀请了很多的专家 然后一起分享 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把这些研究的一些内容 把它写成科普的文章 那我也希望可以邀请他们呢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生技健康的研究呢 以及产业的发展 今天的影片我想要带大家从中正机场出发 然后到旧金山去 搭飞机到旧金山 以及呢 转机到波士顿这个过程呢 真的非常的辛苦 嗯 最近的疫情呢 实在让大家也是非常的担心 那如果大家对于疫苗如果感到有兴趣 想要了解的话呢 也希望可以到我们的协会的网站呢 去看看我在去年的时候 跟在美国的谢博士写的一篇文章 那里面有介绍四种疫苗的主要成分 那我想呢 在至现在目前为止呢 COVID-19的病毒 我想应该可能比较难被彻底的消灭 那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护措施呢 一定要注射疫苗 然后达到群体免疫力 这样子呢 希望暑假过后 我们大家就可以再度到机场去 前往世界各地旅游咯 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我的影片呢 看看我在2022年1月的时候呢 从出国计划开始PCR 然后搭机到旧金山 到波士顿为了要去找我的JEP 那我想呢 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影片 一起暖身一下呢 然后计划你的新的旅程 然后可以开始进入你的旅游世界啰 那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要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一起去波士顿咯 在这边 还有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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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